天下不定 各国之间终究就是你打我我打你 父王一生谋交东出 在与各国拉锯之余 平定了北方义群 又攻占了南方巴蜀 是我秦国边境无庸 民生不计充裕 王兄在位之时 改处伐交又打通了一眼 他们皆为迎计做好了准备 我大秦必定一统天下 只天下之称义国 这样 才能对得起先祖这英零 得了天下 必有生命 先天下 而后生 寡人的照命 怎能朝令夕改 世事难料啊 却又变了变去 不离其宗了 这孩子 心太重了 却又不够狠了 所以 不该让他知道的事情 就不能让他知道 该让他看着的 就得睁大眼睛看着 这世上的人啊 是啊 不能只听别人怎么说 得自己去看 去问 去想 然后 才能拿个平衣 得蜀则得蜀 蜀王则天下必 你 治国如履夺兵 国势非同一般啊 你不够强便会弱 你要不向前便要向后退 皇上可千万要记住这些别国的教训 万万不可让秦国落得跟楚国一般的下场 好 太后放心 稷儿 必明清醒 稷儿 若是有下辈子 你还愿意当王吗 娘 儿子活着一辈子 便已经足够了 或许 你终究不是我儿 只是 借我肚子生出来的王 娘 若有下辈子 迎记 还是你的儿 要灭一大国 绝非一战之功 我迎记倒要看看 如今之天下 是我迎世秦国的 还是他赵国的 天下 寡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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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稷儿 终究做了大秦的王了 君王之道 永仁之道 能操纵人心 才佩托天下 寡人这便灭了天子 娶了天下 若 怀主 我永济此生要做的 是山东六国 想得发狂 却不敢说 不敢做 更不能做的 我大秦 永灭了六国